尤其詞曲 李宗肺站 最愛擁抱着你 最怕看到你的哭泣 总会想起相爱时光 你和我紧紧以为的亲近 我们都以为是永远 却看不到悲伤靠近 人世间太多事 我却不能为你抵挡抗拒 爱与不爱谁能决定 你一时我不会唯一 且闪眼万水等飞翔 却回不去 你的细腻 我该如何去挽留你 当绝望满满眼 抹我眼睛 飞跃千山 心默默呼喊 顶着你 照顶满眼睛 握起身 我该如何去挽着你 谢谢 数数那些零 过去下半辈子 都要在牢里面动 你到底想怎么样 ? 啊 童小姐 早餐已经准备好了 好的 谢谢 童小姐 早 早 童小姐 早 香秀 把可爱抱走 嗯 默先生 什么时候回来 不知道 默先生还没来电话呢 您 要出门 嗯 我不吃早餐了 哦 对了 我今天先要去工地加班 然后去舅舅家吃饭 那晚上会回来吗 之前 默先生因为童小姐经常在外面过夜 已经有点不高兴了 我知道了 在宝贤 老马 你猜他会去哪儿 莫先生 我不知道啊 还装糊涂了 开车 爸 妈 我在这儿呢 爸 妈 你们好吗 我很好 你们看 我又长胖了 舅舅他们也很好 舅舅和舅妈 都是你健康 帅舅今年也高中毕业了 我知道你们一定不满意 我现在的生活 我自己也不满意 可是我没有办法呀 为了舅舅舅妈 还有帅舅 我只能忍了 不过你们放心 很快 很快我就可以离开他 就差一点点了 也请你们保佑他了 一家都平平安安的 以后都平平安安的 还有一个人 还有一个人 也请你们保佑他 是他 带我走出了悲伤 是他让我重新站起来 让我每次 陷入绝望的时候 都不曾放弃 妈 妈 你不放心 我会好好地活下去 喂 在哪里啊 我在商场 和朋友逛街啊 我回来了 买了什么东西了吗 我 我买了 买了一条裙子 那是我喜欢的白色吗 是啊 在哪个商场 商场这么安静 我 那个你说过 人多的地方 不要去啊 所以 我选择上午来逛吗 我马上就回来了 不用了 在那等着我 半个小时以后 我去接你 不用 喂 爸 我看你啊 两三个月都不理你 好好好 我闭嘴行了吧 一会儿见 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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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好 好 好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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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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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童小姐回来了 莫先生呢 在卧室等您呢 可是 他拖鞋怎么在这儿啊 莫先生一看您还没回来 拖鞋也没换 就直接上楼去了 好 我知道了 童小姐 你干嘛穿我的衣服 也没有把它弄脏 反正也得洗了 我先回房间了 不洗澡 不要 说 为什么这么大胆 敢穿我的衣服 我是你的女人 穿你的衣服不行啊 是什么 进来 你他自己都不敢 从我来 是 我说 这次 你从那你就 跑起来 我去 还装作听不见 可能经过两年的训练 已经学会了忍受 忘记了难受了 是吧 你就骂吧 如果骂完了 能让你消消气 你就骂吧 刚刚去哪了 不是说了吗 去商场啊 白色的裙子 还在我衣柜里挂着呢 说好来接人家 又不过来 如果你爸妈 能听见你说的话 他们一定会很伤心 他们一定会骂你不孝 你还记不记得 今天 是他们的忌日 你居然很有心情 去逛街去买衣服 没准你爸妈还会骂你 不去拜计也就算了 可是你的男人回来了 还不赶紧回去陪他 你的男人这么有钱 你应该回家 好好地伺候他 好好地 在他身上捞一笔 说不定你爸 还会批评你 没有职业道德 既然把自己给卖了 就应该卖得彻底一点 不要又想当婊子 又要立牌坊 莫少倩 我爸妈已经死了 请你不要拿他们开玩笑 好不好 直接喊我的名字 害怕了 怎么不叫我的名字了 你为什么 你为什么要侮辱我的父母 为什么 为什么 你这个没心没肺 虚情假意的女人 只要你关心我多一点点 也许 你就会知道答案了 你告诉我 请你告诉我 噓 噓 你知不知道 什么叫结婉 就是当一个男人 深深地吻着一个女人的时候 这个女人 也要好好地 回应这个男人 这两年来 我吻过你无数年 但是你的舌头 你的嘴唇 从来没有一次 好好地回应过我 就好像要守住 最后一道防线一样 所以我刚才才会说 你爸会骂你 不敬业 我还会想 你爸爸应该是一个 很贪钱的人吧 今天是他的忌讯 他是怎么死的 是抱怨吗 你放开我 你放开我 我叫你不要侮辱我爸 你听见了吗 而且你心里清楚 我是被碰 把自己卖给你的 莫少妾 最近有没有去看你舅舅啊 他还好吧 给你的 我每一次回来 都会给你带礼物 你每一次都会 开开心心地拿过去 今天怎么了 谢谢 不打开来看一看 我帮你打开 记不记得 上次我们看电影 那个女主角戴着这个戒指 当时你说了一句 戒指又大又漂亮 所以我专门 定做个一模一样的送给你 带上看看 太贵重了 我怕我不配 去哪儿 不配我吃饭了 我今天要去工地看工程 然后去我舅舅家吃饭 不过 我会很快赶回来的 我不喜欢女人 对我耍小脾气的 我求你好好考虑清楚 你也有父母 你也很爱你的父母对吧 我也是 靳总 你为什么把这个案子 交给别人做 你知不知道我们为这个案子 下了多少功夫 你说坏人就坏人 太不尊重我们了吧 瑞盈 别闹了 靳总 客户是不是对我们提出的方案不满意 如果是的话 请你给我们一个机会 跟客户沟通一下 说完了 你一进来给我嚷嚷 态度恶劣 我那是为了讨回公道 我打你才是态度恶劣呢 你 你还千字夺脸你 我是你老板 你还对我这样 要不是看在你老爸 我跟你老爸流量穿在交心上 我早就让你卷回来找人了 我怕你啊我 月盈 月盈 你不怕我怕 我不想被炒鱿鱼 让我来说好不好 嗯 金总 一直以来您对我的工作满意吗 我手下的设计师 你不是最有经验的 但你的表现绝对是前三名的 那既然是这样的话 我应该得到一个合理的解释 为什么我会无缘无故的被换掉呢 同学啊 我也没办法 是公司的哪个大股东 临时下令 认为你不适合做这个项目 我也是封面行事 怎么了 是你让公司停了我的工作的 如果你不马上回家 你也许会丢掉你的工作 你要我回家我一定会 我也不敢不回 可是我已经说过了 今天是我父母的忌日 我答应了舅舅回家吃饭的呀 喂 喂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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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ーフェマ 莫总 文芳 查出当年 童文鞭是被谁售买 出卖我父亲的吗 抱歉 还没有 但是已经有了一些线索 不过你让我查的 另外一件事情我查出来了 干 干 干什么 大哥 你不一起啊 救命啊 我说你是人人 没找过人 来了 罪了 我如何 让闻个人 罪了 罪了 交给你 放了 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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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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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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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位一定是雪儿的舅舅了 您好 我去莫少卿 真的不好意思 我不请辞来了 您好 您好 帅帅 多茶 莫先生请坐 好 雪儿啊 你请男朋友到家里来 也不提前跟我们说一声 好让我们有个准备呀 舅妈 我 好了好了 去吧 瞧我这记性 本来今天晚上他有生意上的朋友要应酬 我答应了陪他去吃饭的 可我又答应了舅舅回家吃饭 是我不好 你就原谅我 不要生我的气好不好 我怎么舍得生你的气 那不如 我们现在就走吧 现在去陪你的朋友还来得及啊 雪儿啊 你忘了 今天是你父母的继承哎 再说了 你男朋友第一次到家里来 怎么样 大家也应该坐在一起吃吃饭喝喝茶呀 嗨 死者亿亿 也就是找个借口大家吃个饭的事 我说 生意场上啊 最要紧的就是守姓 失约了可不好 那既然这样 我们先走了 好好好 那 那你们慢走啊 啊 走 差点忘了 舅妈 第一次见面 这是我的见面礼 不成亲 哇 好大好闪哦 啊 不不 这这 这太贵重了 我不能收 不能收啊 如果舅妈不肯收下的话 我怕同学会更难受的 是不是 舅妈 那 你就收下吧 这样子收你就收着呗 别小家子气了 哎 哎 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哎呀 真是让您破费了 谢谢 谢谢啊 不用肯息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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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让您破费了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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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要这么做 我饿了要吃饭 你再敢问一句 我就忍不住要上去尝一尝你舅妈的手艺了 哎 你 老妈 开车 好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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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车补 从家里去你公司 这条路是最近的 但是你宁愿每天早起半个小时 宁愿坐别的路线的公交车 宁愿绕道多花一点时间 也不想经过这个餐厅 我就是怕你会忘记 所以今天特意带你过来 给你吃个饭 提醒他 护士带在一起 不需要了 我还想不想像 差不多了 去这辆小家 来吧 默先生 佟小姐 你们回来了 要准备晚餐吗 我不吃了 莫先生 没事 您休息吧 我有点不舒服 今天请你放过我一晚上号码 你忘得了那餐厅 但是你应该忘不了 这大床吧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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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明镜 我请你出去 我求求你 你凭什么求我 你是什么身份 你别忘了 你是来还债的 你什么都不是 你连当我的庸人都不配 出去 请你出去 看来你的记性真的很差劲 又忘了我曾经说过的话 那我就重复一遍给你听 你最好乖乖的 别惹火了我 也许有一天我厌倦了你 我会让你走 否则 这一辈子 我都不会放过来 就算我厌倦了你 对不起 我知道我错了好不好 我答应你 以后我都会乖好不好 好 告诉我 你心里面有没有别的男人 没有 真的没有 没有 没有 他 甚麼 调 人的朋友 离开 不 你明天给谁折了碗烟 不要 回去睡觉 可爱 你采怀了我的纸鹤 我知道你不喜欢我 不过你放心 很快 很快我就会消失 很快 很快我就会存够了钱 然后远走高分 永远离开城 陈伯伯 少天 你岳父终于出手了 怎么了 我跟你议员那个项目 他以总裁的身份是暂停了 说是什么 项目里的资料不达标 是暂停还是撤资不执行 说是暂停 我看啊 他们会上罢更旧的 所以你最好上回来一趟 我知道了 不过过来一趟 来跟我们的儿子 我看她要是暂停的 还有你 你代表你了 好的 艺术 是 程小姐 该起床了 不然上班要迟到了 怎么样 不然 您请假休息一天 不要 我要去上班 喂 莫先生 程小姐已经出门上班去了 知道了 莫姐 什么事 你什么时候都不是 这出大事了 沐董趁你不在 把老陈开除了 怎么回事 昨晚 沐董宣布了 暂停医院项目 今天 他又突然把老陈换了 要换他的人来监管 老陈 去找莫董理论 可莫董 又不敢见他 一气之下 隔着门 对莫董 破口大骂 莫董立刻开除了老陈 我把她的 pos Ban 知道了 各位观众 我现在正在远中集团的楼下 在我身后 位坐在顶楼 正是情绪激动 扬扬要跳楼的远中集团高管 成呜 老陈 你别 你别过来 你别这样 你先下来 有话好好说吗 不能劝我 我今天把沐昌和的丑事 我要鼓舞引众 你们大家都听着 沐昌和是个示威的小人 他成变了我们墨氏公司 他还逼着沐昌天 跟他的女儿莫永辉 当年连婚 害了我们沐昌天一辈子 沐昌和他不是人 他是个美君子 是个老狐狸 十年前 墨氏集团总裁墨耀华 因充当兵突发去世 集团由墨耀华之子墨少天之手 面临瓦解危机 幸得墨氏集团收购重资 后更名为远中集团 而墨少天也迎娶了 墨氏集团千金沐昌飞 这在当时被传为 商界的完美联谊传记 但也有人说 这是纯粹的商业联婚 身为董事会主席 沐昌和很少亲自过问 远中的事务 只是派了墨氏集团高管张志远 作为执行董事 公司具体事务 仍旧由总心理墨少天负责 到现在为止 沐昌和墨少天 人未露面 我们将继续为您 和回听报道 刘雨昕制作人 一点一点累积 障碍你的体会 如果只心不愿 后悔 这是种幸福啊 还是种酥脆 世界在 别谁能打草永远 总让我在心里 天天喊你千万遍 再容易我 看着你依旧的容颜 幸福只是虚构的一瞬间 我也明白 却是光光云烈 回头心上一抹雪 Zither Harp 世界在 别谁能打草永远 总让我在心里 心上一抹雪 回头心上一抹雪